这次日,又来店中做些买卖, 又推个事故去来白娘子家取伞。 娘子见来,又被三杯相款。 许轩道,娘子还了小子的伞吧,不必多饶。 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略饮一杯。 许轩只得坐下。 那白娘子筛一杯酒,递于许轩。 起樱桃口,露柳子衙, 娇滴滴声音,带着满面春风,告道。 小官人在上,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 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素氏姻缘, 一见便蒙错爱。 正是,你有心,我有义。 凡小乙官人寻一个媒正, 与你共成百年音卷, 不枉天生一对, 却不是好。 许轩听了妇人说罢, 自己寻思, 真个好一段姻缘, 若取得这个魂家, 也不枉了。 我自十分肯了, 只是一见不邪, 思量我日间在李江市家做主管, 夜间在姐夫家安歇, 私有些少东西, 只好扮身上衣服, 如何得钱来娶老小。 自沉吟不达。 只见白娘子道, 官人何故不回言语? 许轩道, 多敢过爱, 实不相瞒, 只为身边窘迫, 不敢从命。 娘子道, 这个容易, 我囊中自有余才, 不必挂念。 便叫清清道, 你去取一顶白银下来。 只见清清手扶栏杆, 脚踏狐梯, 取下一个包来, 递与白娘子。 娘子道, 小乙观人, 这东西将去使用, 少欠时再来取。 亲手递与许轩。 许轩接的包, 打开看时, 却是五十两雪花银子, 藏于袖中, 起身告回。 亲请把伞来还了许轩。 许轩接得相别, 一静回家, 把银子藏了, 当夜无话。 明日起来, 离家到观巷口, 把伞还了礼僵士。 许轩将些碎银子, 买了一只肥好烧鹅, 鲜鱼精肉, 嫩鸡果品之类, 提回家来。 又买了一尊酒, 吩咐养娘丫鬟, 安排长相。 那日, 却好姐夫李牧师在家, 饮传具已完备, 来请姐夫和姐姐吃酒。 李牧师却见许轩请他, 道吃了一惊, 道, 今日做什么子坏钞? 日常不曾见酒斩面, 今朝作怪, 三人依次坐定饮酒, 酒之数杯, 李牧师道, 遵旧, 没事叫你坏钞做什么。 许轩道, 多谢姐夫, 切莫笑话, 写为合足挂齿, 感谢姐夫姐姐管顾多时, 一刻不凡二主人, 许轩如今年纪长成, 恐虑后无人养育, 不是了处。 今有一头亲事再次说起, 望姐夫姐姐与许轩主张, 结果了一生终身也好。 姐夫姐姐听得说罢, 肚里暗自寻思道, 许轩日常一毛不拔, 今日坏的些钱钞, 并要我替他讨劳小, 夫妻二人, 你我相看, 只不回话。 吃酒了, 许轩自作买卖。 过了三两日, 许轩寻思道, 姐姐如何不说起? 忽一日, 见姐姐问道, 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 姐姐道, 不曾。 许轩道, 如何不曾商量? 姐姐道, 这个事不比别样的事, 仓促不得。 又见姐夫这几日面色新娇, 我怕她烦恼, 不敢问她。 许轩道, 姐姐你如何不上紧? 这个有甚难处, 你只怕我叫姐夫出钱, 故此不理。 许轩便起身到卧房中开箱, 娶出白娘子的银来, 拔与姐姐道, 不必推顾, 只要姐夫做主。 姐姐道, 无地多时在叔叔家中做主管, 积攒得这些私房, 可知要娶老婆, 你且去, 我安在此。 却说李牧师归来, 姐姐道, 丈夫, 可知晓就要娶老婆, 原来自赞得些私房, 如今叫我捣换些碎银使用, 我们只得与他挽救这亲事则个。 李牧师听得说道, 原来如此, 得他积的些私房也好, 拿来我看。 做妻的连忙将出银子, 递与丈夫, 李牧师揭在手中, 翻来覆去, 看了上面凿的自豪, 大叫一声, 苦不好了, 全家是死。 那妻吃了一惊, 问道, 丈夫有什么厉害之事? 李牧师道, 数日前, 少太尉库内封记所压聚不动, 有无地穴得入, 凭空不见了五十钉大银, 现今着落临安府, 提捉贼人, 十分紧急, 没有投入得货, 累害了多少人, 出榜几卜, 写着字号定数, 有人捉获贼人银子者, 赏银五十两, 知而不熟, 即窝藏贼人者, 出正范外, 全家发边缘冲军。 这银子与榜上字号不差, 正是少太尉库内银子, 即今桌布十分紧急, 正是火到身边, 顾不得亲眷, 自可去拨, 明日是路, 实难分说, 不管他偷得借的, 宁可苦他, 不要累我, 只得将银子出手, 免了一家之害。 老婆贱说了, 何口不得, 木征口呆, 当时拿了这钉银子, 进到临安府出手, 那大隐闻之这话, 一夜不睡。 此日, 火速拆吉卜使臣何利, 何利带了伙伴, 并一般野鸣手快的工人, 进到观音巷口立家生药店, 提桌正贼许轩, 到得跪边, 发声喊, 把许轩一条绳子绑附了, 一声锣, 一声鼓, 借上临安府来。 正直喊大隐声听, 压过许轩当庭跪下, 贺声, 打! 许轩道, 告相公不必用刑, 不知许轩有何罪。 大隐焦躁道, 真赃正贼, 有何理说, 还说无罪。 少太微府中不动封锁, 不见了一号大隐五十定, 现有李牧师出手, 一定这四十九定也在你处, 想不动封皮, 不见了银子, 你也是个妖人, 不要压, 贺叫, 哪些会写来? 许轩方知是这事, 大叫道, 不是妖人, 带我分说。 大隐道, 协助, 你且说这银子从何而来? 许轩将戒散逃散的上相事, 一一细说一遍, 大隐道, 白娘子是什么样人, 现住何处? 许轩道, 凭他说是白三般白电直的亲妹子, 如今现住剑桥边, 双茶坊巷口, 绣王强队黑楼子高坡内住, 那大隐随即便叫吉卜使臣何力, 压领许轩, 去双茶坊巷口, 捉拿本腹前来, 何力等领了君旨, 一阵做工的, 竟到双茶坊巷口, 绣王府墙队黑楼子前看时, 门前四扇看街, 中间两扇大门, 门外壁界壁, 泼前却是垃圾, 一条竹子横夹着, 何力等见了这个模样, 倒都呆了, 当时就叫捉了邻人, 上手是做花的秋大, 下手是做皮匠的孙公, 那孙公百忙地吃他一惊, 小肠气发, 跌倒在地, 众邻社都走来道, 这里不曾有什么白娘子, 这屋下五六年前有一个毛巡捡, 何家时病死了, 青天白日, 常有鬼出来买东西, 无人赶在里头住, 前几日, 有个疯子立在门前唱惹, 何力叫众人解下横门竹竿, 里面冷清清地起一阵风, 卷出一道兴器来, 众人都吃了一惊, 倒退几步, 徐轩看了责声不得, 疑似呆的, 做工的树中, 有一个能胆大, 排行第二, 姓王, 专号酒师, 都叫他做好酒王二, 王二道, 都跟我来, 发声喊, 一起轰江入去, 看时板壁坐起桌凳都有, 来到湖梯边, 叫王二前行, 众人跟着一起上楼, 楼上灰尘三寸厚, 众人到房门前, 推开房门一望, 床上挂着一张杖子, 香龙都有, 只见一个如花似玉, 穿着白的美帽娘子, 坐在床上, 众人看了, 不敢向前, 众人道, 不知娘子是神是鬼, 我等奉临安大印君旨, 换你去许轩执政公事, 那娘子端然不动, 好酒王二道, 众人都不敢向前, 怎得是了, 你可将一坛酒来, 与我吃了, 坐我不着, 拙他去见大隐, 众人连忙叫两三个, 下去提一坛酒来, 与王二吃, 王二开了坛口, 将一坛酒吃尽了, 道, 坐我不着, 将那空坛子, 望着杖子内打将去, 不打万事皆休, 才人打去, 只听得一声响, 却是青天里打一个霹雳, 众人都惊倒了, 起来看时, 床上不见了那娘子, 只见明晃晃一堆银子, 众人向前看了道, 好了, 纪数四十九定, 众人道, 我们将银子, 去见大银也罢, 扛了银子, 都到临安府, 合力将前世, 禀赴了大银, 大银道, 定是妖怪了, 也罢, 临人无罪回家, 差人送五十定银子, 与那少太位处, 开个原油, 依依禀付过了, 徐勋赵不应得违而违之势力, 众者绝账, 免赐, 陪劳成盈做工, 满日书放, 劳成盈乃苏州府管下, 李牧师因出手许轩, 心上不安, 将少太位给赏的五十两银子, 尽数赋予小旧作为盘费, 李江市与舒二封, 一封与压司范院长, 一封与吉利桥下, 开客店的王主人, 许轩痛哭一场, 拜别姐夫姐姐, 带上行家, 两个房宋人压着, 离了杭州, 到东新桥, 下了航船, 不一日来到苏州, 先把书会见了范院长, 并王主人, 王主人与他官府上下使了钱, 打发两个工人去苏州府, 下了公文, 交割了范人, 讨了回文, 房宋人自回, 范院长王主人, 保领许轩不入牢中, 就在王主人门前楼上歇了, 许轩心中愁闷, 闭上提诗一首, 独上高楼望顾乡, 愁看邪日照纱窗, 平生自是真成事, 谁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归甚处, 轻轻起时在何方, 抛离骨肉来苏地, 思想家中寸断肠, 有话极长, 无话极短, 不觉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 呼吁九月下旬, 那王主人正在门守贤力, 看街上人来人往, 这间远远一圣轿子, 旁边一个丫鬟跟着, 道, 借问一声, 此间不是王主人家吗? 王主人连忙起身道, 此间便是, 你寻谁人? 丫鬟道, 我寻临安府来的许小乙官人。 主人道, 你等一等, 我便叫他出来。 这声轿子便歇在门前, 王主人便入去, 叫道, 小乙哥, 有人寻你。 许轩听得, 急忙出来, 同主人到门前看时, 正是轻轻跟着, 轿子里坐着白娘子。 许轩见了, 连声叫道, 死冤家, 自辈你到了官库银子, 带来我吃了多少苦, 有趣无声, 如今到此地位, 又敢来做什么, 可羞死人。 那白娘子道, 小乙官人不要怪我, 金帆特来与你分辨这件事, 我且到主人家里面与你说。 白娘子叫清醒, 去了包裹下轿, 许轩道, 你是鬼怪, 不许入来, 挡住了门不放他。 那白娘子与主人, 深深道了个万福道, 奴家不相瞒, 主人在上, 我怎的是鬼怪, 衣上有缝, 对日有影, 不幸先夫去世, 叫我如此被人欺负, 做下的事, 是先夫日前所为, 非干我事。 如今怕你怨唱我, 特地来分说明白了, 我去也甘心。 主人道, 且叫娘子入来坐了说。 那娘子道, 我和你到里面, 对主人家的妈妈说。 门前看的人, 自都散了。 许轩入到里面, 对主人家并妈妈道, 我为她偷了关银子事。 如此如此, 因此叫我吃上官司, 如今又敢到此, 又合理说。 白娘子道, 先夫留下银子, 我好意拔你, 我也不知怎的来的。 许轩道, 如何做工的捉你之时, 门前都是垃圾, 就帐子里一响不见了你。 白娘子道, 我听的人说, 你为这银子捉了去, 我怕你说出我来, 捉我道关, 装幌子修人不好看, 我无奈何。 只得走去 华丧寺前 姨娘家躲了, 使人淡淡垃圾堆在门前, 把银子安在床上, 将临舍与我说谎。 许轩道, 你却走了去, 叫我吃官室。 白娘子道, 我将银子安在床上, 只指望要好, 哪里晓得有许多事情, 我见你配在这里, 我便带了些盘缠, 搭船到这里寻你。 如今分说都明白了, 我去也, 敢是我和你前生, 没有夫妻之分。 那王主人道, 娘子许多路来到这里, 难道就去, 且在此间住几日, 却理会。 清请道, 既是主人家再三劝解, 娘子且住两日, 当初也曾许嫁小乙观人。 白娘子随口便道, 休杀人, 终不成, 奴家没人要, 只为分别是非而来。 王主人道, 既然当初许嫁小乙哥, 却又回去, 且留娘子在此, 打发了轿子, 不在话下。 过了数日, 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妈妈, 那妈妈劝主人, 与许轩说和, 还定十一月十一日成亲, 共百年偕老。 光阴一瞬, 遭到极日粮食。 白娘子取出银两, 仰王主人半倍喜盐, 二人拜堂结亲。 酒席散后, 供入杀厨。 白娘子放出迷人生态, 颠乱捣缝, 百媚千娇, 喜得许轩如玉神仙, 只恨相见之晚。 正好欢愉, 不觉金鸡三畅, 东方见白。 正是欢愉, 闲夜短, 寂寞汉更长。